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不哭 不哭啊 不哭 什么事情都要学会坚强 听到了没有 我知道的 妈妈 我是野孩子的 我不是 我是有爸爸的 对吧 你当然有爸爸 刚才你跑得那么快 那么勇敢 就像你爸爸 妈妈 你为什么 还不带我回爸爸的老家 我不想住在这里了 那你再长大点 妈妈一定带你回去 好吗 还要再长大点 好吧 爸爸 乖 爸爸 乖 爸爸 爸爸 你说我现在还不会叫呢 打了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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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了金山 打了金山 打了王子 打了王子 打了金山 打了王子 打了地主 打了王子 打了王子 打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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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妈妈 我来看你来了 我来看你来了 二十年后 看严生师父之间 再次结下恩怨 就是源自一段 不被看好的爱情 好了 别担心了 坐在跑这儿 来 我会的 你好好保重啊 再见 让他看见了你 你让他们看哪 你们看哪 你们看 小师娘 神奇病啊 我才不怕被他们看见呢 我要让世界上所有的人 都知道我最喜欢你 你就不怕 我这个资本家的女儿 影响你的前途啊 你就是我的前途嘛 说得好听 你爸这次好不容易 弄了个上大学的指标给你 他不会让我连累你的 再说了 你大学里的女生啊 长得又漂亮 出身又好 你一回程 真把我给忘了 小慧 小慧 拿着 干吗呀 我要是敢忘了你啊 你就这样一 累 敢不敢 敢不敢 不敢 不敢 看你也不敢 你在编什么呀 没有啊 虾编嘛 来 我教你 拿着 这样 这样 再这样 再一绕 来 来 好看吧 你也跟我编一个 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结婚戒指 我们今天就成亲 这就是我们的结婚戒指 你瞎说什么呀 小慧 你愿意嫁给我吗 讨厌 不开玩笑啊 我不开玩笑 我愿意娶你 你愿意嫁给我吗 那就说好了 我们谁也不许变 等一回城 我就跟我爸我妈妈说 咱们的事 过不了几天 我就去你家提亲 如果咱们可以一起上大学 该多好啊 怎么了 小慧 回城应该是好事啊 你怎么会突然难过了呀 我老觉得 我老觉得 我们一回城 就会分开 小慧 你别乱想了 我们都是长沙的 怎么会分开呢 我知道自己的出身不好 我怕连累你啊 小慧 你不要乱想了 你看 这个都是我们的信物啊 不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都不会分开的 我们都不会浪 Tian 我们都不会分开 我们来讲 然后我们去看 咱们也可以 我们一起来 对我们 啊 我们就到这里分手吧 晓慧 你要是等着我的消息 快点 快点 你瞎了眼哪 没事吧你 来 姐 眼睛 师父 师父 真的是你啊 姐 我说弟弟啊 你可真老土的啊 姐 你挺时髦的 当然 什么时候姐有时间 跟你也打扮打扮 姐 你穿成这样 不怕被抓啊 谁敢抓我 是哪儿 这是谁啊 没看到我在说话 一边去 姐 他可真听你的 那当然 师父 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刚回来啊 回来就好 省得爸妈总是念叨你 你可是他们的囊心宝贝 姐 你不是一样吗 我 算了 师父 是哪儿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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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给你了 你呢 你呢 来 姐 妈 妈 我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了 师傅 让妈好好看看你 妈 儿子 菜 菜 你看都这么大了 还那么好吃 慢点 慢点 小心掖着 再想想 来喽 来喽 来了来了 师傅 看看这是什么菜呀 爸爸菜 什么叫爸爸菜啊 别看你爸爸这么说 其实这个名字啊 让你爸可以得很呢 我都梦都想吃这个味道 我记得 这是我在八重那年 吃了食尽肝炎 我吃什么菜的没有味道 这是您特意 为我发明的菜吧 也谈不上什么发明 就是把你喜欢吃的 几个小菜啊 重新炒一下 放到一起 可不是 从那以后啊 他的胃口就大好了 每次都能吃完 所以这叫爸爸菜呀 多吃点 你爸爸可是难得下厨房 一年才一次 我和我姐就最喜欢过年了 只要一过年 就能够吃到爸爸做的好菜 也不知道 食蓝在外面到底好不好 好不好受了自扰的 随她 她也是你的妹子 未必你就不担心啊 我没有这个妹子 妈 妈 我回来的时候 我碰到姐了 你看到你姐了 她好不好啊 她挺好的 打扮的还蛮时髦的呢 时髦个鬼 那裤子拖到地上可以扫地 硬老个头发像个鸡窝 我最讨厌她这个鬼样子了 像个什么 那就是个女流氓嘛 你看不惯 看不惯就你就赶她出去啊 她自己不学好 一天到晚跟那些小流氓混 不还是说不得了 再怎么样 你也不能把她赶出去啥 这么大个妹子的 住在外面像什么样嘛 妈 你不要急 我去把她找回来 哪个都不准去 她不跟那些人断继关系 莫想进屋 我去迪弟子 一起这一家人啊 我去做饭了 你看我吃了 我去吃饭了 你看我吃你的 我去吃饭了 你吃饭了 我去吃饭了 你吃饭了 我去吃饭了 你看我是这响 看到了 你进屋子 你去做饭了 你是不是不吃饭了 早点睡啊 妈 我认识了一个妹子 在乡下认识的 你谈恋爱了 是啊 我的仔都快二十了 是长大了 妈 我想跟他结婚 结婚 妈 我都二十岁了 结婚蛮稀奇啊 可是你要上大学啊 这么早结婚干什么 定了金再去上大学 这样才安心嘛 我也是 不过那个妹子是哪里的了 她也是长沙的 我们在一个知情点认识的 她的人很好 又温柔又漂亮 还写的一首好字 你看 你说起她来啊 这眼睛都放光 她也回长沙了 我们都说好了 只要一回来 我就跟爸爸 去她家里提亲 不想到你爸爸的意思 妈 她的人真的很好 你们一看了就会喜欢的 好 你先睡吧 我去跟你爸爸商量一下啊 妈 你一定要说服爸爸 小慧的人真的很好 好 你先睡一会儿 看这儿 来 师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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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跟你说好啊 今天主要是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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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这 这 这什么 孙小慧 孙小慧 要是不合适的话 你还是老老实实地去读书 没问题 肯定合适 走 走 来了 来了 妈 我成功 挺好的 挺好的 师父 来了 快请进 请进 好 小慧 这是我爸 伯父 您好 好 好 妈 他就是我跟您提过的 张时锋 阿姨 快请坐吧 请坐 伯父请坐 好 小慧 帮我掏茶 好 你们坐一会 小慧的爸爸呀 出去办点事 马上就回来了 好 伯父请喝茶 好 喝茶 听说你跟我们家小慧 是一个知情点的 是 妈 别这么看着人家 人家会害羞呢嘛 好 孙小慧 你信孙 是啊 走 走 爸 师父 你这是干什么呀 走 爸 王傅 干什么 爸 你们怎么就要走呀 对不住 妈妈还有事 爸 你们再坐一会吧 小慧的吧 回来了 回来了 老孙 回来的地方 家里的客人呢 滚 滚 爸 你这是干什么呀 爸 爸 爸 小慧 快 老孔带来了 爸 爸 走啊 滚 哥也别让我再看到你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这是干什么呀 爸 爸 到底为什么 明明说话要去提亲的 为什么要走啊 你跟小慧的爸爸 是不是之前就认识 爸 你告诉我 你们之前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爸 你放下我 妈 妈 妈 你看妈 老孙 妈 妈 爸 老孙 妈 你看妈 妈 老孙 有什么话 好好说嘛 你居然把孩子关起来 也不是办法呀 不关起来怎么办 有了他和姓张的小子乱来呀 我看 小慧的孩子还不错呀 他不错 老孙 你知道他是谁吗 是谁 我这条腿 我这条腿 就是他害的 这腿 不是让牛蛮给打的吗 是他 张慧泽 是他 给我扣上资本家这顿帽子 我一没娶小老婆 二没让下人伺候过 没想过一天付钱 都没看到几个薄碎妹妹的资本家呀 他给我扣上这顿帽子 就是为了扒载我辛辛苦苦得来的财产呢 这二十几年 二十几年来 我头上扣着这顿帽子 三天两头 被拉出去游街 批斗 受了多少苦 风里雨里 寒我跪着我就不敢站着 寒我游街我就马上带牌子 什么人都可以上来踢我几脚打我几下 什么烧气的蓝蝶子 都可以帮我三尝人了 都可以帮我三尝人了 这 这 这么多年 我死都抬不起头做不起人 都是大害的 现在 她又想打小慧的主意 想让我的女儿做她的儿媳妇 不可能 绝不可能 大师 别急了 别急了 快来坐 别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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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呕了一下午的气了 先吃饭吧 吃了饭 什么事都好商量 有什么好商量的 从今天开始 你跟那个新孙的妹子 断继一切来吗 不 你敢不 哎呀 有话慢慢说嘛 宰都这么大了 现在是自由恋爱 办不得瞒 自由恋爱 自由恋爱 我看她自己就在天上去了 石兰是这个样子 她又是这个样子 没有一个让我沉心的 师父 你爸也是为你好 那个孙小慧出身太不好了 你要跟他结了婚 大学就读不成了 不读就不读 不读就跟老子滚出去 出去就出去 如果你不让我跟小慧在一块 我却不读就跟什么大学 哎呀 你莫做急了 你也是 讲这个气话干什么 你不是不知道 你爸爸为了搞这个指标 费了多大的劲 那我总不能为了自己 就不管小慧吧 再说 出身 就不是什么错 怎么不识从我 啊 他也不是谈才妄议 会打得这么见吗 你是说 孙小慧的爸爸 你说 你怎么不说了 哼 我就知道 问题出在你自己身上 你跟孙小慧的爸爸 肯定是有什么事情 没扯得清楚 就拿我和小慧 两个人当牺牲品 还口口声声说 是为了我好 你真自私 你个小匆 我知道了 姐姐为什么在这个家里 待不下去了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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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走 你爸真的是为你好 妈 我心里难受 妈知道 你姐已经走了 你要再一走 你叫妈怎么办吗 师父 师父 你爸脾气不好 但是 他为了你操了不少的心 他不要你跟小慧来往 是怕影响你的前途 妈 可是我放不下小慧 我该怎么办呢 师父 我知道 妈明白 但是 你不要走好吗 我想出去走走 师父 妈 您放心 我只是出去走走 出去透透气 马上就回来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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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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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老觉得我们一回城就会分开 这个都是我们的信物啊 不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都不会分开的 小慧 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我们都不会分开 这就是我们的结婚戒指 我要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知道 喜欢你 小慧 可以一嫁给我吗 那就说好了 我们谁也不许变 不许叶 是 师父 这是这儿 自己去找个地方坐 好 来了 坐这儿 好 其实像你们这样也挺好的 至少有自己一个窝 怎么了 这么晚来找我 你不会是爸爸派来做间谍的吧 不是的 姐 我也不想回家了 不会吧 老爷子一直只喜欢你 未必把你也赶出来了 姐 你要帮帮我 要是没有小慧 我会死的 师父 怎么了 慢慢说 来 请慢用 请慢用 江经理 您来了 好 不行 张经理 来 喝茶 好 谢谢啊 这个茉莉花茶好香啊 您喜欢喝就好 这是我让我妈在老家自己晒的 花也是自家种的 总共啊 我去晒了这么几两 特意带过来给您的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喝茉莉花茶 我爸爸说的 师兄 来来来 坐坐坐 来 香 香一发 细心 可惜呀 这么好的一个人还是死了 我爸在战场上能活着回来 跟我们母子见上一面 我们就很满足了 都怪我呀 要是当初早一点带她回来 也许还会有救 不 要不是您把她背回来 我们连她最后一面也见不着 我爸在临终前跟我说过 您可是我们许家的大恩人 千万别这么说 世强 你今年二十三岁了吧 我记得你比时封大三岁 您的记性真好 二十三了 有女朋友没有 还没有 不过我妈在老家给我找了一个 过几天就来长沙澄清 你怎么不在长沙找一个呢 现在的年轻人 都不是实行那个什么自由恋爱 我可没想那么多 我只知道听我妈的不会错的 她肯定是为我好的 好啊 你看像你这样多好 老老实实地做事 听家里的话 结婚生子 时风时蓝怎么就不像你呢 现在我只要一开口 他们就以为我在害她 张经理 您就别操心了 您的这一番苦心 您的这一番苦心 我想总有一天 他们会明白的 时风 妈 来 趁热把这汤喝了吧 谢谢妈 这些天也不出去 那你在家里 妈真的有点担心啊 我没事 我没事 时风啊 你爸也是为你好 你要是娶了资本家 曾任的面子结婚 那等于就是毁了你的钱 妈 你都说了一万遍了 我想的 好 想的就好 想的就好 时风好像想通了 想通了就好 你 我 想通了 你 想通了 我 你 想通了 你的头上 所以嘛 就是不能让石峰娶他的女 要无然的话 石峰的日子 以后不好过 是啊 石峰这孩子 不像他姐姐那样 事事好强 把什么事都说出来 他从小就不爱说话 有事总闷在心里 也不知道 他在心里 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嘛 石峰这个孩子 你别看他不作声 他要是打定了什么主意 还真是拉不回来 姐 可真好看 好看个鬼 张师傅 这个都是为了你 牺牲也太大了 好了 姐 我请你去下馆子 还不行吗 不行 还得每天来一群 好好好 只要你能够帮我 把小慧约出来 买什么都可以 真不晓得是个 什么鬼妹子 把你给迷成这样 好了 姐 我都报了名要去上大学了 你一定要在我走之前 把小慧给约出来 我为了你 头发都整成这样 要是再约不出来 可怪不了我 就是那个王刚 出的馊主意 找他去 王刚他人可真好 好 石峰呢 又出去了 这个宰女越大呀 就越不听话 你就莫再讲他了 他已经答应去读书了 已经是万幸了 等他到了学校 会见条件好的妹子 自然会把那个孙妹子 给带帮的 你回来了 正好 你看有什么东西要带的 让你妈打包 这是我给你炒的 带到学校去 可以吃两天 我来吧 你爸爸呀 昨天就忙着准备这道菜呢 爸 你辛苦了 纯宝 对你爸爸那么客气干什么 你小的你爸爸心疼你就好了 到了学校里 不要跟人比拾比拆 读书 上进 俗话说得好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只有把书读好了 将来啊 才会有出息 你看着我干吗 爸 您的头发白了许多 春宝 你都二十岁了 我头发能不白吗 来 没事 看看 重不重 像 像个大学生 爸 妈 儿子不孝 你个蠢宝啊 他读大学怎么是不孝呢 爸说读好了 有出息了 那就是最大的孝顺 好 就是啊 爸 妈 你们要好好保住身体 就当 就当我还跟你们在一起一样 阿姨好 你是 我是小慧的同学 小慧在家吗 你早上有事吗 是这样 学校要复课了 老师特意让我通知大家 像小慧这样成绩好的同学 希望他到学校参加补习 那你们同学都去了吗 大部分同学都已经回学校了 课有什么好事呢 老孙呀 叔叔好 这样的同学都已经回去了 可还是让他去上吧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陈丹丹 老孙 小慧 小慧 你同学来了 小慧 小慧 你瘦了好多 老实说 让我们到学校去参加补习 苏虹他们都已经去了 你赶快去看看吧 好 爸 我去学校看看 小慧 我把人给你带来了 小慧 用不着这样吧 大我是透明人哪 好 我透明 我走 姐 怎么 还要我这个电动抛干什么 姐 你回去住吧 以后爸爸妈妈都要你多照顾啊 啰嗦 小慧 我这一走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要带小慧走 走 你们是要私奔 有时炊烟鸟鸟 难忘就是味道 成像我大 welysman economic 摇不开 小慧的炒渺 是是非非多烦扰 受了伤才明白你的好 大起大落 感激此生热闹 当血色风霜 都只伤你我的发烧 有种味道如此美妙 不用找 受过伤 没什么大不了 大起大落 思维要慢慢讲 幸福的感觉 或许我曾经知道 严加一点 爱放一首刚刚好 严加一点 爱放一首刚刚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